玩遍美国,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大家好,我是张昂东 我来自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 今年是50岁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这是我的梦想 有很多人想要我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自己喜欢中文,喜欢旅行 喜欢写作,喜欢摄影,喜欢旅行 然后机缘巧合,能够来到美国 能够来到美国正常的学习 能够生活,能够旅行,能够工作 然后此点滴积累 然后一点点想要去实现自己的环游世界的梦想 这是我的最终的一些目的 所以现在正在学习外语 也看有的朋友在学新概念 然后感觉到不是那么有利 我们这边是学的是美国这方面的教材 学的是这种美国这边的教材 大家看 这种教材 等于中国人教英文和美国人教英文是不一样的 然后外语就是一个你打开这个美国遍地是黄金 美国遍地是美金 这个是密码 就像那个资马开门 能够像阿里巴巴打开那个财富之门一样 是这个 所以都要付出心情的努力 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就的 有朋友就问说为什么会来到海外 海外主要是在故乡可能是受到了重挫吧 不管是爱情 不管是事业 不管是各个方面 都是遭受了重挫 所以是想要改变一下环境 而且就是说 自己性格是比较开朗的 比较外向的 也是比较正直的 看到有些事情也是不发言吧 觉得做沉默者吧 自己也沉默不了 所以就是想到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啊 然后去生活 去学习 去工作 去学校呀 然后去图书馆呢 然后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 所以 就这样开始了 他来到美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勇敢的心 你有一颗勇敢的心就欢迎来到美国 美国是有五十个州 我已经走过四十九个州了 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阿拉斯加 去阿拉斯加看看北极光 然后就比较完美啊 就把全美都走遍了 这种 这种心中等于是有一个成就感 感觉到很 给力 自己制定目标 然后去一点点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过程是让我们感觉到很 很美 很欣慰的 一个事情 然后各种北方南方 夏威夷 加州 纽约 福沃州 包括中部的 坎萨斯 内布拉斯加 各种州 我们都走过看过 各种 这个三川河流啊 我们都欣赏 包括皇室公园 包括大峡谷 马蹄湾 包括呢 K-West 包括纽约的 自由女神时代广场 联合国总部 包括加州的 好莱坞 这些都是 我们都一一去欣赏 世界这么大 我们去看看 只要你有一颗勇敢的心 然后去 周密的去计划 去做一些积极的准备 包括 金钱上的准备 包括语言上准备 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 一个人寿 一种寂寞的 一种准备 就是美国这边的生活 是属于那种 好山好水 好寂寞 所以要是能够 耐得住寂寞的话 是欢迎来美国 我们美国这边 也是欢迎更多的华人 到美国 能够壮大华人的社团 能够让华人更多一点 大家到美国以后 有六百万华人 美国有三亿两千五百万人口 所以我们是自有一个小小的领头 到这地方等于此刻少数民族 你到外州的话 如果看到一个华人 会说中文 那就大家就感觉到很亲切了 可能是在海内 你就是一辈子也不可能遇到的人 可能你到美国以后 就可能就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事情是来了美国才知道 所以我们也是想告诉朋友们 来了美国才知道 我们可以把更多美国真实的信息 给分享给大家 也供大家去参考 去努力 好好去准备吧 准备 你可能准备一万分 到时候可能能用上一百分 这样就足够了 这样的人生就可以 那个 少受一些挫折 可以走得更 更美好一点吧 好 Welcome to USA 美国欢迎您 玩遍美国 环游世界 我是张昂东 拜拜 这是张昂东在美国 亚利桑拿的Tutson 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拜拜再见